结束美日访问行程后 郭台铭开始请走基层 20号主动拜访高雄市议员黄柏林 大谈对高雄的愿景 郭台铭到绿营扎根很深的高雄三民区 除了送签名书 还和时代为里长合照共进晚餐 要挺谁 国民党议员黄柏林没把话说死 表示侯友宜来他也欢迎 不过同样要争取选立委提名的温宗裕 早已在彰化市挂起第一面 与郭台铭同框的看板 因为侯市长他到现在并没有明确的表态 而且也没有提出相关的证件 或对于未来发展的愿景 所以地方基层其实是蛮焦虑的 国民党总统提名人迟迟没有定案 侯友宜又不明确表态 让基层很是着急 现在又传出当中央可能不会征召 民调最高的人 既然征召我们一定是找最好最强的候选人 到时候我相信我们提出来的一定是获得大家最多的肯定 任何的面临国家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一定会勇敢挺身而出 人在新加坡参访的侯友宜 依旧没有明确表态 朱立伦则是挂保证 征召时间一定比过去十几年都要早 但需要母鸡带领的立委参选人 恐怕早已等的不耐烦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喜红 曾一豪 郁永卢 台湾综合报道 谢谢